《狱猎人》要播出了,李忠硕、郑爽这对CP终于要与观众见面了。 之前的《现韩令》真的是让不少韩流明星受到了影响, 就连与韩国艺人一起合拍的电视剧也不能上映。 其中要说拖的时间最久的一部剧,应该就是由郑爽、李忠硕出演的《翡翠恋人》了。 要说这部剧也真的是命运多传,好不容易就要播出了,结果就出现了《现韩令》, 直接导致这部剧延后播出。 最近有消息传出,称韩国公司与中国的电视台签订了合约, 对于那些韩流明星不暂时克制,而是支持韩国明星来中国发展。 最近有准确的消息传出,《翡翠恋人》已经确定播出了, 但是准确的播出时间还有播出方式都没有确定下来, 但就算是这样的消息也足够粉丝期待了。 最终李忠硕和郑爽之间还真的是挺有CP感的, 李忠硕在韩国也是拥有超高的粉丝,是韩国超一线男星, 而郑爽在中国的人气更是不用多说, 这两位人气演员的合作, 从一开始官宣的时候就已经让无数网友期待了。 虽然延播了这么长的时间, 但观众对这部剧的关注度依然不减, 甚至还有一点提升, 你对《翡翠恋人》这部剧期待吗? 和声插网友们一起选择。 感谢观看